哪些是真正往生 不是说临命宗室 八小时之后头顶上还热 那不算 为什么不算 深天头顶热 深欲皆天就从头顶出去了 我们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怎样才算是真正往生 临终的时候 他很清楚 很明白 告诉身边的人 我看到阿弥陀佛了 看到西方三圣了 他们来接引我 我走了 这一点绝对不讲 这是真的 人断气之后 靠诸念往生 有 有能往生 有不能往生 能不能往生的 关键是他自己 林宗室 大家带着他 希望他想起念佛 把心愿行的时候 发出来 他正往生 如果林正宗的时候 他已经很迷糊了 这个念佛 送经跟他回乡 对他的好处 只是减少他的痛苦 确定有好处 没有坏处 要不要去摸摸他头顶呢 没需要 硬光大师在文朝里 就讲得很多 别动他 怕他说 怕他烦恼 稀奇很重 你去摸出他 他很痛苦 他会生成灰心 那就到卧道去了 那不是送他往生 是把他送到三卧道去 你错了 你要想知道 他到哪里去了 你就好好地念佛 你一到极乐世界 他无论到哪里 你都能找得到他 这是最好的方法 他要真往生了 你往生的时候 他会跟阿弥陀佛 一起来接引你 就像早年 会员大师一样 会员大师往生的时候 连续里头 比他早往生的人 统统跟到阿弥陀佛 来接引他 一个都不少 这个殊胜 不必去探这个探那个 反而让他受害 你不是好意 你是来害他的 你不是来帮助他的 这些道理要懂 阿弥陀佛大师 大家如果认为 他是大师日菩萨再来 那他的话 我们就得要听呢 阿弥陀佛大师